我認識一些身邊都是做模特兒 或者你現在很流行的 所以叫做Langmo 他們覺得能夠照顧到我 比我厲害 很簡單 譬如原來有一間很大的公司 很有錢 有遊艇 覺得在金錢上 物質上 其實照顧到我 他們就當作叫做照顧 你怎麼看這件事 你當然不是 但是你怎麼看這個現象 是完全錯的 這些其實是物質上的照顧 但是我意思是應該要思想上 內在的心靈上的照顧 因為物質上你自己 我覺得這些東西 是要自己爭取 自己自己努力去爭取 不是去找那個人幫你去爭取 因為永遠都是很無安全 因為我自己都是一個很無安全的 我需要自己 我自己能夠做得到 我養得起自己 我會做一個很有成功感的 但是我如果要求別人去養活我的話 萬一這個人有什麼事 不在這裏了 或者是分手 怎樣也好 即是很安全的 突然間 所以自己能力去做一個 我會覺得原生是一個要幫自己 不是要去人幫 對 我提醒你 一定要有私幾錢 真的嗎 是的 我經常跟媽媽說 我爸爸在這裡 一定要有私幾錢 我也跟我爸爸說 你自己老人家也要有私幾錢 因為這個世界上變幻得太大 而且始終為自己保障 我覺得要為自己… 我覺得要為自己… 我不會覺得要不要 我會覺得要來 我自己嚇一 多 我會覺得要來 我會覺得她 感谢观看